国产航母的海事工作已经开展了接近10天,目前各项进展相当顺利,预计接下来的更多测试工作还将持续进行。 与此同时,辽宁号航母自2012年服役以来,也已经逐步走向正规,形成了作战能力,在4月中下旬的远海训练中完成了多批次大规模的舰载机起降演练任务,还进行了自由空战训练。 然而,就在这两艘航母都在进行高速运转,为我国海军积累远量经验和培训航母优秀指挥人员的时候,有一国却想借中国航母训练。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法国舰在机飞行员在戴高乐号大修改造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闲着,他们利用与本国航母拥有相似起降系统的美国航母来进行训练,从而保证状态。 相同的,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也进入到了一个大休期,需要有航母来为飞行员预热,由于中国辽宁号航母无论从吨位上,还是起降方式上都与库兹涅佐夫号极为相似,因此老师傅可以考虑向中国提出请求,高价租借辽宁号用以训练。 的确,辽宁号作为一艘训练航母,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已经相继为中国海军培养了两批共50名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而且还锤练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航母保障队伍,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为前来接受训练的俄罗斯飞行员提供现成的服务。 另外,考虑到两国目前在多方面的关系已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不存在其他障碍,所以这个请求理论上是可以实现。 但是,国内早有专家表示,辽宁号作为目前中国唯一一艘可以用于训练舰载机飞行员的航母,在短时间内来看,档期基本排满,很难再腾出更多空间,去帮国外训练飞行员。 而且,俄罗斯飞行员目前的状况也还未达到上舰条件,在2016年末到2017年两年时间内,已有两架舰载机在日常的起降过程中热毁。 这说明飞行员本身可能培训并不过关,为保险起舰,也不会在短时间内,让其进行航母起降活动。 对于租用辽宁号作为训练舰,俄罗斯专家表示并不丢人,因为中国目前可能已经拥有比俄罗斯更多的舰载机飞行员,而且双方还可以相互交流借舰经验。 那么,如果俄罗斯向中国发出请求,各类军迷们觉得我们应该答应吗?请在下方留言评论。